吹奏长笛要使用的气的量呢 其实比很多的管乐器都还要多 这时候呢你就会需要有 吼的这个嘴型 好首先呢你将上下排牙齿 轻轻的咬住之后 吸一口气像这样 刚刚吸气的时候是哪里会凉凉的呢 OK应该会是上下排牙齿的后方 好第二个呢是 你现在把你嘴巴微微的张开 然后吸气 那不知道你现在会觉得哪里凉凉的呢 应该会是整个口腔 好那接着呢 你就使用吼嘴型来吸气 好那你现在感觉一下 会是哪里凉凉的呢 应该是一路到喉咙 以及胸腔的地方 会是很凉的状态吧 他直接把你的这个气管打开了 让你可以很通畅的 通畅无阻的将你的气吸进身体里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指标呢 可以让你在练习的时候去解释 你的呼吸是不是正确的 就好像最尴压的 呆壮